平安 平安 在主日早晨我们很高兴 能够来到神面前一起来领受 神在生命当中 给我们再次经历神的时间 与神亲近的时间 好不好 让我们这时候 就带着预备的心 也把我们身边会影响我们聚会的 无论是手机 无论是各样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暂时关起来 让我们真的是把这段时间 完全分别交给我们的神 我们相信神要与我们同在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 为自己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我们来到祢面前 知道今天祢又与我们同在 祢是那又真又活的神 让我们单单带着一个敬畏的心 来到祢面前仰望祢的时候 我们知道每一个脚步 每一时每一刻 祢的爱 祢的恩典 祢在生命当中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都会要看见 有主祢成为我们当中的帮助 因为祢是那做者为王的主 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 来献给祢 来看见主祢是那配得一切赞美的主 让我们单单用我们的心来仰望祢的时候 相信今天就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行 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 上帝的众子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以圣洁装饰敬拜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 荣耀的上帝打雷 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薄 耶和华震碎迪巴嫩的香薄 他也使之跳入如牛犊 使尼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 耶和华震动家底时的旷野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路加同工 谢谢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相信神是祂做作为王的主 祂在一切的世上掌权在这当中 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 用这样的诗歌 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主 祂今天与我们同在 祂是圣在圣在全能的主 我们一起来宣赞祂 圣在圣在全能真神 祝天都宣扬祢的荣耀 万国万报 起来敬拜 全体高声还差 荣耀都归于祢 颂赞都归于祢 天上地下万物归拜 耶稣基督是圣灾 圣灾全能的圣 圣灾 圣灾全能真圣 祝天都宣扬祢的荣耀 万国万报 起来敬拜 全体高声还差 荣耀都归于祢 颂赞都归于祢 天上地下万物归拜 耶稣基督是圣灾全能» 圣灾 圣灾全能真圣 祝天都宣扬祢的荣耀 万国万报 起来敬拜 全地高声还藏 荣耀都归于祢 颂赞都归于祢 天上地下万无罪班 耶稣 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 将一次的荣耀来贵给我们的神 荣耀都归于祢 颂赞都归于祢 天上地下万无罪班 耶稣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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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的神祂是永活的神 祂是天上地下 佩得我们献上一切赞美的主 因为祂是掌权的主在这当中 我们要一起这样的看见 当耶稣祂愿意在这当中掌权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见祂作者为王 祂在这当中引导我们每一个脚步 祂施行拯救在这当中 我们要用这样的诗歌 耶稣祂宣告我们就得自由 祂触摸我们就得一致 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 看见神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相信我们要看见神 在这当中醒神 激起事在这当中 我们一起来用这样的诗歌 成为我们的宣告 圣诵祂宣告 耶稣祂宣告 耶稣 你实行拯救 耶稣 你双手一致 在你鼻底没有任何难成的事 我相信耶稣 你宣告 耶稣 你宣告这的自由 耶稣 你触摸着的宇宙 伸出你的手 连你释放我们 主我相信你是家庭道 所以我要宣告 所以我要宣告 耶稣 你是我生命 耶稣 你是家康生 在你鼻底没有任何贫穷羞愧 我相信耶稣 你宣告 所以我要宣告 耶稣 你实行拯救 耶稣 你双手一致 在你鼻底没有任何难成的事 我相信耶稣 你是家康生 所以我要宣告 耶稣 你是我生命 耶稣 你是家康生 在你鼻底没有任何贫穷羞愧 我相信耶稣 你是神经 我相信耶稣 你是神经 在你鼻底没有任何难成的事 我相信耶稣 你是神经 在你创造了一切 我在万有之上 人命高过祝天 因为我们这样的能力 是大而可畏的 他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帮助我们的心全燃向你 我们单单来仰望你的时候 我们就相信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要看见 许多的神迹起始随着我们 因为主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他们却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 我们更深刻的来经历你 我们的一生全然都像你 全然都看见主你的荣光 看见主你正对着我们的微笑 看见主在这个世代当中 你要行大事 你会觉得世代是输你的世代 帮助我们 有一颗单纯的心心 单单的来仰望你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看许多的事情是不可能 但是父母当我们仰望你 当我们真的认识你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一切不可能的事都要变为可能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 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纳特别的事情 谢谢你 保守我们今天在聚会当中 我们更深刻的来经历你 更深刻的来遇见你 谢谢你 孩子们如此感恩祈求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妹 适了耶和华的绑壁从未缩短 等我们在生命当中单单依靠祂 许多时候我们不晓得为什么 许多时候我们用人的眼光在思考 但是神告诉我们在祂没有难成的事 好不好 让我们用信心的交托 来仰望我们的神 只要相信 神的应许就要与我们同在 只要相信 还要叫我们等候祂的都欢呼赞美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只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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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应许 最高的山峰 也能挪移 只要神的海洋也能分开尘干 耶和华的绑壁 耶和华的绑壁从未缩短 在上帝里面分开尘干 在上帝旗有难成的心 耶和华的绑壁 主的应许 主的应许 最高的山峰 最高的山峰 也能挪移 只要神父 向前迈步 在神的海洋也能分开尘干 耶和华的绑壁 耶和华的绑壁 从未缩短 在上帝旗有难成的心 仰望祂的荣光 无知羞归 是 当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 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信心 来仰望神 因为神祂是掌权的主 我们要在神面前 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们也要看见 我们在生命当中 要更多的经历神 因为是祂为我们舍弃祂自己 因为是祂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赎 我们一起用这样的诗歌 我感谢神全能的十字架 祂为我们所摆上的是那牺牲的生命 是那使我们生命得到改变 得到救赎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唱这样的诗歌 这是祂为我们的囧itting 主我感谢祢全能释迦 主我感谢祢全能释迦 祢亲自为我们舍命释迦 在每一天祢更新 我们能够更想祢 靠主释迦我们生命被改变 何等奇妙 何等奇妙 我们赞美祢 祢就是我们不惜代价 何等奇妙 我们赞美祢 因为世家已大难 因为世家已大难 何等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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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赞美祢 祢就是我们不惜代价 何等奇妙 我们赞美祢 因为世家已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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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从祢得到新生命 主啊感谢祢 因为我们是属祢的 主啊真是求祢 保守我们 看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听见祢的声音 也求祢引导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走在祢所喜悦的道路上 感谢主耶稣 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 以下是现世的时间 我们把时间交给路加女生 今天所要献的诗歌是 来快来水边 请不吝点赞美祢 请不吝点赞美祢 你说你陪我 到明天到永远 我犹豫不决 想与你远离 你许下了诺言 愿与我同行 作歌后伴侣 作歌后伴侣 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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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许下了诺言 你许下了诺言 愿与我同行 你许下了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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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暗中公布 在黑暗中公布 你许下了诺言 你许下 lou 你的眼泪感动我 你许下了诺尺言 Że未完美 你许下了诺言 在黑暗中公布 多知你已感到 福利的失望 在北岸中痛苦 听到你的呼唤 你的眼泪感动我 为了怕我失望 谢谢路加女生的现世 以下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8章2到11节 翻到后由我来读 清早又回到店里 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音时被拿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音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只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只起腰来 对他说 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得自由的方法 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林洪泽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在今次早晨 可以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 而且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与释放 我们再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 恩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你那里有说不尽的恩典 主 我们在你每一次 在那里所领受的 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生命更多的得着你 主就求你现在进来到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都在你面前得到释放 主 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你 就求你的话语更多的向我们彰显 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的甘甜 也好叫我们得知你的道路 就在你的道上直奔 引导带领我们 将这一切 今日的讲道 我自己都通往在你面前 全你亲自的光照带领 封也十几乐明 阿们 好 请同工帮我切一下 谢谢 最近我们电脑有一些更换 所以有一些小小的状况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 你所得自由的方法 我后来 你知道越读 你越多读圣经 你就发现 事实上方法都很简单 方法都不难 但是问题是在什么景况当中出现 那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 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什么 好 自由的感觉就是一个 我不再被挟制了 我可以做我自己了 我现在可以决定很多事情了 台湾不再受到某一个国家的挟制了 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们不再需要别人来认同什么样的事情 而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些决定了 好了吗 好 没关系 那 那自由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非常的向往 尤其是我们在一个不自由的情况当中 就像 在美国 有一个人种 叫做黑人 他们在某个世界当中 他们非常的不自由 他们非常期待自己能够拥有一些什么 他们不再受到白人在那场景当中社会的一个压力和挟制 那所以他们在那地方他们极力的争取 他们希望得到一个自由的情况 那 可是自由通常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我以前非常期待就是我希望我能够赶快到大学 因为在高中过的生活非常的不自由 我必须每天早上七点多 就必须出门 然后到了学校 然后开始一天的就读之后呢 晚上要去补习 然后搞到九点十点 然后还要继续的读书 读到半夜都已经昏迷了 我一心的期待就是我能够考上大学 吊诡的事情是这样子 等我考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进入到另外一种不自由了 我极力追求的一种自由 我到了 当我得到它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不太自由了 我因为那件事情当中 我开始要面对下一个时刻所发生的事情 我以为我到达那时候 我就自由了 可是事实上不然 我因为那件事情 所以我就 我就进入到另外一种的不自由 那世界上一切自由 事实上都是这样子 当我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像我如果可以跟他结婚 诶 我就可以永远的跟他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活得更自由 诶 诶 结婚十年之后发现有一点点情况的改变 开始我 开始怀念起以前的生活了 我没有 意味任何一个最近要结婚的人 给你一些某些忠告 婚姻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或者是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会期待有一天我做老板 我就会跟老板一样 我想开车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今天可以把公司丢着 然后告诉经理说 经理今天就交给你忙 我要去打高的部球 哇塞 这种生活真的太棒了 对不对 我再也不用说到 早上我需要来某个地方打卡 然后下午必须在某时候回去 然后晚上老板说 你得加班 就得加班 然后我现在可以做我自己了 我自己开公司了 诶 发现情况改变了 发现情况改变 当我得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的另外一个压力就来了 我底下的员工怎么办呢 所以我必须日以继夜 不断地工作 必须不断地替他们想案子 我必须不断地替他们争取下一份的工作 要不然我的员工就得和西北风 那我就惨了 对不对 当我没有我们飞天 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发现就不一样 可是耶稣说 他就是真正的自由 耶稣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是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那里所提到的 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是得自由的方法 今日对我们来讲 基督徒的得自由的方法非常简单 一句话就是 来亲近耶稣吧 来得着耶稣吧 你就得着那永远的自由 我讲完了 就结束了 可是我不能这样下台 牧师会给我很大的压力 我就不太自由了 好 那这个情况中 可是你知道 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因为基督徒常常在描述 你知道来信耶稣是多么的快乐 然后你会邀请你的朋友来信耶稣 然后你会跟他讲说 在耶稣里面 他到底有多快乐 你很难描述给他听 对不对 就是很快乐 很难很快乐 然后你可以讲说 我以前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那永远都是你的经历 然后他必须要踏进来 然后他会得到自由 那 可是耶稣这里讲到的自由 是一个真正我们能够体会自由 是一个不是在世界上面 我们所追求的 他是可以真正 真正实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可以被得着的自由 所以得罪的方法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 你知道 这些世界上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这世界上面最大的问题是 这世界上面有一个问题叫罪 我们为什么想要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跟他们回复 这个关系 我们想要让他们回复到 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透过耶稣 他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那可是 这世界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罪的问题 这罪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人跟上帝就隔绝开来 这是一个状态 人跟上帝没有办法 在一起的时候 人就面对到一个最重要 罪所带来的问题 就是死亡 人不是因为身体细胞不再分裂 到了125岁的时候 根据我们医学报导说 我们人的身体到128岁的时候 就不再分裂细胞 于是人就会进入到死亡 但是圣经里面描述到 这件事情不是这样 人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人跟上帝分离 那状况就是死亡 就像一个树叶 你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 它还是绿色的 但是有一天它慢慢的枯干 可是 我是不知道怎么把它接回去 有的是很厉害可以接回去 但是 但是 如果它不是接在这个枝干上面的话 它就会死亡 而且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是在这个状况 我们觉得我们过得很好 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就可以这样子走下去 好 我们这里来看到一个 这里来看到一个即将面对到死亡的问题 行淫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是一个死罪 想到是一个死罪 如果你有事 你可以翻开在生命记的第22章第22节 对不起我没机会 我没时间等大家了 生命记22章22节 这里提到一段经文是这样写的 若遇见人 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 就要把那奸夫淫妇一并致死 这样就要把那二从以色列中除掉 这里提到一个 这里提到一个即将面对到死亡 它面对到什么样的死亡 它的死亡是 谢谢 帮我压一下 好 它面对到一个死亡是 它必须要面对到行淫所带来的后果 在圣经中讲到这个后果 就是要面对到它 要承担做这件事情的死亡的后果 好 面对到死亡的后果 那圣经里面提到行淫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严肃 而且非常的严重 我们回想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好像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不会这么严重的面对 我们不会这么严重的面对 除罪化一直在我们社会当中漫延 我们白兄弟会除罪的 有一个东西叫小三 知道小三吗 不是我们家小女儿今年小二 今年要生到小三 有人跟我开玩的时候 哇 红子人今年有一个小三了 不是太好了 不是那个小三 是讲的就是在婚姻当中的外遇 这社会会说 这社会说在美国什么地方 然后他们已经除罪化了 他们这个事情不再因为律法的关系 他们需要上到那个 然后必须要可能到时候因为 因为这个同胞关系 所以我们有一个行业叫做 叫做什么 抓猴 对 抓猴 真姓 这个行业非常流行 因为他可以闯破 这个抓猴 然后就把他拍起来 然后接着他们就可以告他妨碍家庭 他就被定罪 有人说这个东西需要除掉 有一个东西叫做同性恋 然后他现在被编入在课程里面说到 人有四种性别 一个叫男性 一个叫女性 一个叫做同性 一个叫做什么 双性 看了一下 认了一下 双性就是 那 借着教育要把这东西扭转化 要不然借着这教育要把它 他 告诉这些的孩子说 事实上这社会心想是这种 而不再是男女 而是再有其他事情 所以 你男男可以在一起 女的女也可以在一起 你也可以想要跟这个在一起 跟那个在一起 所有事情都不再定罪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神 我们没有神 到我们没有神的时候 我们社会开始混乱 我们价值观开始改变 我们对于罪的感觉 我们不再敏感了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无所谓 我们快乐就好了 我爽就好了 我今天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自由了 我想我们事情应该是认罪 而不是除罪 我们需要回到上帝 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 走在真理的道上 这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耶稣也是这么做的 耶稣带领这个人告他的事情 不是要叫他说 哎呀 事实上你的罪很小 这不严重 没关系 有没有 发生这个事情 也不是你愿意的啊 你这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基因 这个基因呢 会吸引你 告诉你必须要这么做 我们试图用过一些医学的情况 告诉我们说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这个人为什么会偷窃呢 这个人为什么偷窃 因为他的里面有一个细胞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他就会有这样的基因 他的手就会想要去偷东西 你知道我以前有一个同学 他在远东百活偷了一整套的漫画 他这样很有钱 可是他就很想要偷 我想他终于可以找到一个除罪化的人 为什么那么想偷呢 是因为我的里面有一个基因 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讲 我们回头看这个吸引的女人 这个吸引的女人 耶稣没有把他除罪化 而是承认他的罪 耶稣维持了一个真理的道 却在真理的道上给予恩典 实在是对的方法 真正的方法 不是你告诉他说 事实上这件事情很小 不怎么样 没关系 而是你必须要告诉他说 事实上正确是这样子 而我们在正确当中 选择一条让人回转的路 可是这社会刚好相反 告诉你说 事实上没有一切都没有问题 我们这社会不断的在讨扫群众 有没有这种感觉吗 我们所定的法律 我们所想的事情 我们不断的讨扫群众 只要有人上街抗议 我们就说他是对的 我们已经没有价值判断的标准了 因为我们没有上帝 耶稣给予一个真理的道 但是却在真理的道上给予恩典 他告诉这女人说 去吧 从今后不要再犯罪了 不是告诉你去吧 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 是告诉你去吧 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说这件事情是罪 但是你不要再犯了 耶稣有真理 有恩典 他是一个这样子的神 而基督徒是不是一个这样子的基督徒 你对罪是不是有敏感度 你对罪是不是有感觉 你对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会突然间觉得上帝不喜欢 所以我会很敏感 我很在意 可是我面对到这个人 我忍住了我告诉他对的事情 然后我带领他回到耶稣的怀抱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会在罪恶当中挣扎 我们会在罪恶当中 我们寻求一个解脱 但是不是把那个东西除掉 而是告诉他正确的事情 告诉他正确的事情之后呢 引导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面 好 问大家下一个问题是 那谁有资格拿石头丢他呢 谁可以拿石头丢他 圣经里面是这样写到的 他说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这女人呢 没有了贞结的凭据 就要把这女人带到父的家门口 本城的人就要拿石头把他打死 因为在附加型的淫乱 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 这样就可以把那二个从里面中间除掉 这是在生命记二十章 第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所写到的经文 圣经提到这件事情非常的严厉 非常严厉 我一开始读这圣经 我不太懂为什么要这么严厉 为什么要这么严厉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需要去想象一下 当时候以色列的状况 你非常的德高望重 大家都非常的爱你 于是呢 大家在这个情况当中 把你选做长老 然后你就可以管理这个 城中所发生的事情 那你所说的每句话 都可以成为这个城中最大的影响力 有一天 他们发现了一件 我们城中发生一个长老跟讲 发生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你一定要处理这件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是他隔壁邻居的女儿 犯了奸淫的事情 于是呢 他说这件事情不得了 我们一定要处理 那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翻开摩械律法 他说要拿石头打死 你心里面就挣扎了一下 因为你看着那孩子长大 大家可以明白那个感觉吗 然后他做了这件事情 我要想不要把这件事情 当做是无所谓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在你旁边 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 一些场景之后 这些众人们都觉得 这件事情一定要处理 于是呢 他们就把这个女人抓来呢 然后就说 好我们根据律律法 我们必须让石头打死 所以 这些人呢 他们都可以拿起石头来丢死他 你正拿着石头 正确来说 你应该执行的这个此行 这句话就是说 你事实上是一个筷子手 对吧 你是一个筷子手 但是你要拿石头丢的 可能是你所熟悉的那个人 上帝为什么要这么的严肃 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当我 当我回想那个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我非常难想象 如果就是那个要执行的人 我真的可以拿石头丢他吗 丢石头的时候 我会流下我的眼泪吗 我会想起我以前跟他发生的 所有的美好的回忆吗 上帝为了一个重要理由 上帝为了一个切身的体认罪 所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这场景就发生在 以色列的那个环境当中 他们非常熟悉的情况 所以他们对于 他们对上帝所看重的事情 他们会非常的看重 我们现在不做这事情 对不对 今天如果你看到 在报章场上 那件事发生的时候 绝对他们就是吵架 然后公主女士 然后两个就离婚 然后呢 就结束了 不会有人 所以我们 对一些事情 我们不会再有感觉了 可是以色列不一样 他们非常看重 因为他们是真的去执行的人 这个人可能 他的一辈当中 可能就发生过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 当然引以为戒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他都知道上帝在意什么事情 他很知道那个罪 所带来严重的后果 所以你不可能在那环境当中 不看重罪 你不可能不看重 你一定会知道罪是什么 而你不会想把他逃避 但是问题是 上帝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回到上帝的标准 上帝的标准是这样子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 就动得淫念的人 这个心里面 就跟她犯了奸淫 我在高中看到这经文的时候 我非常的震惊 因为我那时候血气方刚 我好喜欢看某一种刊物 或是我看到 某一些姐妹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会发生 很奇怪的想法 怎么办 那石头丢失我吗 如果真的情况上 如果按照耶稣的标准来讲 是这样子的 我看到下一段经文 更困难 听见古人说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 我只是告诉你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拉家就是撒旦的名字 免得公会的审判 骂地兄是离魔力的 拉家是笨蛋的意思 那个魔力是那个魔鬼的意思 那难免受地狱的火 你知道当你心里面 一旦动怒的时候 上帝就说你杀人了 李永哲 我说这个更长发生了 我完蛋我死定了 你一辈子对别人动怒了多少次 每一次上帝都可以定一次死刑 所以老实说我们是一个有罪的筷子手 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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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们不会认为我们没有罪 在常人也是这么觉得 当耶稣讲的那句话说 你们中间有谁是没有罪的 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听见这话 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 从老到少 连这个少年的 连这个少年 我不知道他少年是几岁 少年可能就是十几来岁 他犯了多少座 会比这个老的还少吗 还是比这个老的还多 耶稣点出问题 但是却给恩典 他没有说你们这些出钱 全部给我在外面排排站好 一个一个用石头把自己丢死 没有 耶稣点出的问题 然后却给恩典 事实上我们常常说不太平衡 我们对我自己没有什么标准 可是对别人却非常的严苛 你不觉得这社会很奇怪吗 我们当我们失去真理之后呢 我们对某些事情 我们非常的放松 然后可是我们对一些小事情发生 我们都非常严谨 他只要讲出一句话 他就死定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对自己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非常的放松 没关系啦 小事情 对别人非常的严苛 但是耶稣却指出了一个改变的道路 这改变道路是回到上帝的恩典 当你回到上帝的恩典当中 你会想一个问题就是 我会多给别人一些恩典 我们牧师提了一个东西 提了一个想法 我觉得蛮棒的 他想法是说我们一辈子当中 会有出现很多好的想法 跟坏的想法 会有很多好的想法 对不对 你今天走来教会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踏进去教会的门 走进去的时候 这个发作报的弟兄 刚刚没注意到你 你现在想 他怎么没发给我呢 他怎么没跟我打招呼呢 这个经过这个传道 这个传道怎么没跟我打招呼呢 他不知道我是谁吗 那个 我会来的时候 我可能有很多想法 但是选择一个好的想法去做 胜过其他不好的想法 把不好的想法摒弃掉 让你的里面所想的都是好的想法 我们8月8号是一个特别日子 尤其是当父亲的 8月8号 虽然不比母亲节的盛大 但是 总是要小小的庆祝一下 我们到了一家牛排店去 那牛排店 不是在那个 你去什么永华 或者是什么永华夜市 如果是能坐下来 99块钱结束这一餐的 就是到那种 你可能花到 快要将近上千元的牛排店 好 那一进去之后呢 那牛排店 就会有一个 你知道牛排店 牛排店他就是 你进来之后 他会招待你对不对 而且他在这边坐 要点什么 然后就很客气 然后对不对 你知道那天 爸爸节晚上特别忙碌 那是一个很棒的日子 对不对 大家都来庆祝爸爸节了 大家都来这边了 奇怪 为什么那天会这么多人 我就想很奇怪 爸爸比较喜欢吃牛排 好 那 OK 我们就点完餐了 点完餐之后 服务生很忙碌 服务生很忙碌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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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招待上面 她稍微的口气上面 不太客气 平常讲话是这样 对不起 你的餐点我们马上就来 等一下喔 等一下就来了 那一瞬间 你的亲近就暴露了一些 瞬间你的情绪突然之间 你突然觉得那一餐 没有那么好吃的 因为服务生讲了一句话 你知道吗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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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我老婆说 你看喔 今天晚上 应该是一个大家 会回家庆祝的日子 可能吧 好 如果当爸爸 还蛮重要的话 当然 爸爸都很重要 爸爸的也很重要 你不要听爸爸讲讲话 好 来 那个 那可是呢 我就说这个家庭 这个人 他在这里工作 他可能二十几岁 不然年轻 他为什么要在这边工作 因为他有这个需要 当然 公司的老板一定说 你不可能放假嘛 怎么可能在这时候放假呢 我们今天是大转的日子 隔天放假好不好 唉 大家想一想好啦 但是我就必须 要丧失掉 在今天晚上庆祝的时间 对不对 你知道 当我们这样想之后 我们就觉得我们 看待那件事情的观点 不太一样了 我们看待那件事情 观点不太一样了 然后呢 那个等待就来了 我就问他说 我就问他说 啊 今天你们家里面 没有庆祝吗 你们这样会工作很辛苦 我就问他一下 你知道他给我回答什么吗 我都跟我妈住在一起 你知道我那一瞬间 觉得我那一餐 不太一样 我们什么时候 给别人多一点恩典 我们什么时候 就多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什么时候 看别人用友善眼光去看的时候 上帝就用那慈爱眼光看待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要定别人罪 我们什么时候 就在上帝面前被定罪 谁引发了这件事情 他们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是要试探耶稣 为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这些人是一个法利塞人 这些是一群文士 他们教导摩西的律法 他们明白上帝的真道 他们是盲人的师父 他们引导人从黑暗中走入光明 他们就是以色列律法的教师 他们是以色列当中众所盼望的人物 他们是这社会当中的领袖 他们是影响这个社会怎么样走向的人物 这群人是一个懂上帝律法人 可是他们呢 知法犯法 耶稣总骂他们 他们把男单的单子的重担捆起来 捆起来 这很多律法很多困难的 把它捆起来捆成一包 单在人的身肩上 但他们自己却一根手头都不动 所以他们将一切所做的事情 都要叫别人看见 他们佩戴的经文做宽了 一嗓的坠子拉长了 喜爱在宴席上面的守卫 在会堂里的高卫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 称呼他拉比 轰折拉比 哎呀 我就佩戴了很长的经文 告诉你说 我有这么多勤读圣经 这件非常明白上帝的话语 但是耶稣却非常沿路的责备过场 这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那边 那边一长串都在讲 以色列那些法埃塞人所做的 龌龊的事情 你知道有时候我就觉得 最难被审判到的位置 就是审判官 对不对 我心里面在想 为什么没有一个审判法官的官呢 你们看到一些新闻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有一个高等法院 有一个高等法官 然后呢 他说的话就算数 然后呢 大家就非常的讶异 就觉得这个法官怎么会这样判呢 然后他就说 全案就定验不得上诉 我听过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 那是说 就说 他事实上 是让那个整个案子是一个性侵女童的事情 那上诉到最后之后呢 结果法官就说 因为那个女童 没有反抗 因为她没有表达她不要的意愿 所以这个罪行就下降 我真是想把那个法官抓下来痛打一顿 我真是想要把那个做这件事情的人 一枪把他 我真的非常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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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一切的判决 非常的奇怪 不知道在想什么 有没有这种感觉吗 把一些 把一些字句小小字句放大 所以大家现在都非常的害怕 某一个案子 都很怕他被吃案吃掉了 就是我们的洪仲邱 刚好也是我们成大的人 我们非常的担心这件事情 会这样子这样发展下去 然后 这些人呢 他们想要杀耶稣 耶稣责备过他们 在接下来的八章的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 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的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 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自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只认我有罪呢 即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信我呢 耶稣这里提到这些法律山 他们不断的要找耶稣的把柄 他们不断的要找 为什么 因为耶稣总是在他们最在意的东西上面 他们最得意的事情上面 然后突然之间给他一个回马枪 突然给他捅一下 突然之间跟讲什么 耶稣这么受的爱戴 然后我们就想说 耶稣如果站在他们这边就好了 他们就会支持他 结果并没有 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 你知道这些人看重世界的地位 当我们看重世界地位的时候 我们就看重属灵的地位 我们不是做了什么 而是心里面 我们看重了什么样的事情 今天很多事情 我不是很在意 我真的很在意我的名誉 我很在意我在别人怎么看待我的时候 我就看清了上帝 在上帝面前的价值 我很看重今天我金钱的获得 我就很少去看重在上帝面前的获得 我今天在世上面 我看见这世上的什么样的事情 我很在意 那件事情就会成为我在天国 我进到天国当中的绊脚石 而这些以色列们非常的在意 他们的名誉 他们的面子 他们有耶稣能不能支持他们 他们有没有站在他 跟他同一阵线 然后呢跟他一起来 把这个单子单给这些百姓 你们照那个方式讲 还是一直在 一直在戳他们的 戳他们的最在意的事情 然后他们可以引以为傲的事情 你知道有时候 我觉得最难悔改的是谁呢 就是我 就是我坐传到人这个位置 你知道我就好像站在某一个高点 很少人可以讲我了 然后 我很难悔改 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很难回到上帝的面前 最难悔改的是谁 有可能就是我 在教会当中劳苦功告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真的很劳苦功告 我是举例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在教会当中可能做很多事情 我很在意的事情 不是我在上帝面前摆上 我很在意的事情 是我做的东西 有没有让人家称赞 我做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给我尊重一下 看到我讲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尊重一下 很难悔改 尤其是做越多就越难悔改 最难悔改是什么 最难悔改可能就是我 而且最明白上帝旨意的 像这些法利塞人 他们非常明白圣经 他们明白命来教导 你可能圣经读了很多次 你非常的熟悉 上帝要讲的东西 你可以用上帝的话语 来反驳那个人 然后来掏出圣经说 圣经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不是你照你那样讲的 很难悔改 我们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你就是这个公司的标准 你就是这个公司当中的审判官 你裁决所有一切事情 因为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然后你要去面对到公司 所有发生的一些事情 你有权利做任何的决定 这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弟兄 他刚进公司呢 然后呢 他就 谢谢 我知道我这时间快到了 这个小弟兄 看到这个公司 他觉得进入这个公司 充满了盼望 他虽然的位置不高 他的职位也不高 他在公司当中非常努力的打拼 然后呢 他看见各个公司 哎呀 他就说 老板啊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一个建议 我觉得公司这个东西 应该这么做 应该这么做 你知道他一讲完之后 你就发现他踩到你的痛处了 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点到你的最痛的地方 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 就是不想要让别人提起这件事情 你会怎么做 马上把这个烦人的人fire掉了 还是你会忠心的听这个人的建议 然后跟这个弟兄说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把自己归零 回到跟随上帝的感动 回到跟随耶稣的感动 回到 回到调整我们自己的眼光 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在哪个位置 如果我一直看我自己在那个位置 我就很难悔改 我真的很难悔改 我会真的 我会觉得我熟悉这些事情 我做这些事情 我难道都没人看到 那些都不重要吗 我会很难悔改 但是如果我重新归零 我知道我在上帝面前 我是一个蒙救赎的人 一切事情都会改变 这三种人的自由的代价是什么 一个叫重罪犯 一个是审判 一个是筷子手 又是审判官 他们听见这话 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个人 还有那夫人人在当中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这些人 所有人都在罪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没有罪 但是只有一个人还站在那里 那是谁 就是耶稣那一位 只有唯一有审判权的耶稣 只有他有审判权 但是他却付上了赎价的代价 他为你我赎罪了 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不是为了当时候那些人 而是为了所有信靠耶稣的人 不论从古今到将来我们以后的时代 包含连之前 连亚伯拉罕都仰望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我们这位主他可以审判 但是他却付上了赎罪的代价 不是你死 而是他死 不是我们今天 不是我们今天死亡 我们被人家石头丢死 而是我们今天领受上帝极大的恩典 你都得到生命了 还有什么不能放的 想一下 你要什么东西不能放的 跟这个人生气的事情 很生气 有这么生气吗 还是这个 这个钱 这个生意我一定要做到 我就给他 还是什么事情 这个官司我一定要打赢 什么事情会让你不能放 你是在道路真理里面的人 道路真理生里面的人 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请你对旁边的人活出一个有怜悯有恩赐基督徒的生命 别人会因为你的生命而看见耶稣基督 讲一个比喻 有一群人他们急急忙忙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去赶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如果成功了 他们就会得着 哇塞 上百亿的一个商机 他们代表公司 代表这家公司 跟这个商业谈判 在过程当中的赶飞机 准备自己要出发 然后呢 要进到机场之前的时候 但是这样 这一群人因为冲得太快了 他们就撞到一个 正在卖苹果的一个少女 一瞬间他的篮子手上的篮子都打翻了 这五个人呢 这五个人他想说 哎呀 他就马上回头 对不起对不起 他们就继续跑他们的路 因为他们必须赶上他搬飞机 有一个人 他在最后面他跑了以后 他突然间回头 看见那个女 看见那个小女 看见那个女孩 那女孩正在地板上面摸他掉的苹果 他一瞬间发现 原来那个人是一个盲人 他当下决定的信息 他跟那四位朋友说 你们先去吧 我随后就到 于是他就过来 就帮那女 帮那女孩把苹果全部收在她篮子里面 然后帮她扶起来 扶她站好 然后又把摔坏的苹果 说这些摔坏的苹果 这算我们的 我约付钱买这些苹果 那一瞬间 那小女孩讲话 那女孩讲话 她说 请问先生 你是耶稣吗 你的生命可以活出一个恩典的生命 当然你要很清楚上帝真理的道 但是请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每一个时刻 活出给别人怜悯恩典的感受 让别人看见你 就很像看见耶稣基督 看见你就 就录出那生命的信向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得着自由了 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不是 并非我们没有得着 而是我们真的已经得着你了 主我们对你有 深切的认识 我们在你的话里当中成长 我们在这教会当中 在这么美好的地方 我们学习彼此的接纳款待 主就求你让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有你耶稣基督的心香 当你耶稣基督站在那地方 面对这三种人 你却施行极大怜悯 不是因为你没有权柄做这些事情 而是你要我们知道 主我们是活在你恩典里面的时候 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生命 能够对别人活出恩典 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主我们能够在别人眼中 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 主我们谢谢你 主就求你引导带领我们 让我们生命每个时刻 进行到你的同在 祷告佛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首歌要带来 是主行到何处 我要跟随 我们请雅各、雅英和盘石 这首歌要带来 是主歌要带来 是主歌要带来 佳远迟远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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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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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感恩祷告 請邱大偉弟兄 請邱大偉弟兄 我們幾幾幾都禱告 父神我們都在你的面前 我們將我們自己 我們全心全意都交在你面前 我們都知道我們 並不完美 我們並沒有什麼可誇的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都是某人的罪人 我們知道我們在領受你的話語的時候 這些話語都是對著我們說的 如同功者傳道的提醒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站在 你的審判之下 因為你的我們都願意相信你 願意相信承認我們是罪人 我們才能得到你的救恩 主啊真的要幫助我們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能夠將你的話語 將你的福音傳給我們身邊的人 讓我們身邊的人定不覺得我們基督徒 只是到處說別人的 我們不是定別人的罪 我們還是要領更多的人 歸向你面前 讓他們領受這個真正的自由 主啊真的讓這世界需要你的 這世界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正在發生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基督徒 要做的是對這世界發生 要讓你的公義你的 嚴密你的慈愛都讓這世界知道 讓我們都可以承認我們的罪 讓這世界能夠承認 讓你的話語進入他們的心中 有你的智慧給他們 主啊讓我們基督徒 能夠為這世界發生 保守我們下的時間 我們也獻上我們的金錢 作為你勝功的使用 保守我們下的時間 我們這樣獻感恩 這樣感謝祷告 是奉靠主耶穌的名求 阿門 宋榮 宋榮 聖歌第三十首 宋榮之後請牧師為我們祝導 聖歌 qué唱 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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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也为佳 套心尽摆上帝 咱们三位一天 福祉圣灵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学习在灵里面 每天都要得自由 我们生命 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困绑 也不要有任何的瑕疵 求祢帮助我们 对罪能够对付清楚 好让我们不受任何的瑕疵 好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侍奉 我们跟弟兄姐妹的相处 都能够是一个最喜乐的 因为把苦毒拿掉 把怨恨拿掉 把所有的控告拿掉 帮助我们在祢面前 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享受在这其中 我们向前的脚步 要更成就这世代的更新 成就这世代的翻转 因为主祢的荣耀在这其中 心上感恩 因为我主耶稣基督恩惠 上帝的慈爱 并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就是这样得到医治 也在生命当中得到这样的自由 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每一天 都重新得利 因为祢的国度权柄荣耀 吸引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道路 每一天都充满更新的喜乐 从今时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